县长林明珍和相关单位一行人 前往积极勘查50甲农路旁野稀 林县长在详细了解野稀毁损的情形之后 当场指示农业处尽速设计发包改善 避免损害扩大 维护民众通行及农地安全 积极50甲农路旁野稀 因为长期未准制导致泼面坍塌 造成农地流失 县长林明珍特地前往会刊 林县长和当地商亲实地了解情况后表示 野稀排水年久失修 每逢渔季容易侵蚀农地或一流沉灾 且殉旗将界有安全疑虑 先不将尽数设计发包改善 其实爱料理50甲农路 因为50甲农路过去 我在做馆长的时候 也都一些堵路安全设施 我们也都给它夾这些认识 这次就是因为50甲农路旁 压榷排水 这次可以说都没有实现了 大水来 噢 冬头穿都没给它做 这些土甲都会流 土甲流的都流到 那些土甲流到栄冰 栄冰就必须是土树流 所以我们这次 对这个项林顶 才开始来给大家做经理 所以今天来看 我们这些乡亲 大家应勿问 我们这些管政府会看到 我们实际给大家发报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国会绳 这条压榷排水 每天也差不多要100多万 我们管政府 法定的专门经约 请我们的水博库 快来设计 发报 让我们这些乌级 没来的时候 看能不能够做好吗 这真的要紧 我们也真的感谢我们这些乡亲 大家对我们庭库的公共建设 都真的关心 这个庭库的建设 当然是我们的里长和代表 我们乡亲 也看到管政府也说 有需要做的 请管政府来 快来给我们完成 这些管政府最高的 肯定转入来开 极其爱料理里长 以及证明代表邓闭慧 多感谢林县长来勘察野稀 答应尽数诊治野稀 为民众解决困难 感谢我们的管政府 今天亲亲来到我们地方 我们这些水稿 如果没做 没完成 变成会冬山 变成会冬软 变成会比较窄 到土豆流 这要感谢我们 我们的管政府 管政府 和这个库库库 来给我们地方 走三天 谢谢 我们这条压家 有十几个农坑在这里 它这样一直冲 水泡没做好 它的餐饭都一直流失 所以是必须要快点来处理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管政府对我们 这个增长的关心 让我们可以来完成这个工作 让这些农民更好装作 感谢你 谢谢 野稀如果未经整治 将影响排水功能 造成农地流失 并影响居民安全 所以县佛将花费百万元 来维护乡亲及农地安全 并尽数设计发包改善 保障乡亲 神秘财产安全 神秘财产安全 神秘财产安全